部落裡面是孤兒 他就要負責去養這個 照顧這個孩子 部落陶一家解說著壁畫的故事 小朋友認真的聆聽 他們是來自宜蘭市 一家安親班的學生 因為安親班的老師中 有幾位曾經造訪過金峰鄉社區 很喜歡這邊的人文景觀 所以趁著寒假期間 帶著有意願的小朋友 來一趟部落巡禮 我們希望他們感受一下 其實原住民文化裡面 譬如說陶翁或是百步石 祖靈的意義 我覺得是每一個生命都需要學習的 就是學習分享 然後學習感恩 其實我們就是帶他們回來 再重新開始看到這一些東西的意義 有陶翁故鄉美名的振興部落 在陶一家麥老師詳細的解說陶翁 與排灣族和盧凱族的文化關係 老師們也精心策劃十個關卡 讓小朋友藉著傳觀的過程 還有很多水 所以他要養他的那個部落的 就是覺得這裡跟宜蘭不一樣 天氣都差很多 他來這邊過了這麼多關 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學到說怎麼做草木 安親班的學生第一次來到部落 普遍覺得走路好累 但是可以學習從未接觸過的文化 也感到非常新奇 接下來他們還要前往 岩平鄉的鸾山部落 去體驗森林博物館的山林智慧 記者部落台東晴峰 才會馬到 inclusion 分享 我們的修理 我們的修理 ,我們繼續在讀 而用 一個 足球 administrative 進 全